《牛奶補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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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牛奶補盘子 咱们可以试一试 人家两年前都做过了 为什么还要做呢 你怎么碗破了呀 你知道那是我频道里头 最大的一个碗 然而我只用过一次 这是我们鬼浇面的碗 把我们辣的不得了 之后它就封存下来 放在我们的仓库里头 然而有一天陈哥来 他就变成笑 我吃巨子花了88块钱买了这个碗 我吃巨子花了88块钱买了这个碗 那我们今天就再吃巨子 把补回来不行吗 那我们今天就再吃巨子 数一下 十包 一百包 你什么用 你不会买的过期的吧 你去哪能买到过期的吧 你去哪能买到过期的 请问哪个商场说大家好 来我这是过期牛奶補盘子 我跟你讲啊 今天这期视频拍完之后 留言区就会跟我们说 你们太浪费了 我觉得我们花几十块钱 除了能把碗修复好 还可以从这里头 学到一些关于牛奶的知识 我觉得 对啊 我太难了 先把它用胶带沾上 再把它放到牛奶里头 然后放两天 它就自己修复好了 这个胶是什么 3M是什么 3M胶就是最坚固的胶 最坚固的胶 这负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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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好 它这个还是要把它留一些空隙 可以让牛奶进到缝里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用牛奶修碗的视频 然后有的人是用温牛奶泡着 然后也有些人是煮沸了之后 直接把碗扔到那个锅里 所以我们就一会把牛奶煮沸了之后 就到到那个盆里 然后把它蹲进去 看过我们频道的人都知道 这是我们频道最大的煮锅了 去命锅 它煮万物 嗯 你干什么 我觉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锅底有点可行 行我们锅底糊了 唉 爽 我们可能是全网修复的碗最大的 然后用奶最多的 哇 我觉得现在可以放盆了 放了 放了 见证历史的时刻 哇塞 哇塞 竟然有一种爽的感觉 有种爽的感觉 我感觉已经到底了 到底了 我感觉这个锅在慢慢的炸开 这个方法纯属扯淡 真的 这个胶只要一碰热的 它立刻就温了 它根本就不沾 但是我买的这就是 扎二八点的三来部胶 我还不是用那种胶 带或者什么之类的 浪费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说牛奶能做盘子 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 咱们先从科学角度来讲 它说牛奶里头有一种叫做烙蛋白的蛋白质 它在加热以后会形成烙蛋白塑胶 盘子浸泡在牛奶里头的时候 这个烙蛋白就渗透进去 然后就会有一种黏合的效应 它可能不是所有的盘子都能修复 只是固定的某几种材料的盘子 有可能能修复 如果我们把这种物质提取出来 再烘干 那它有没有可能做成一个盘子 因为没有它做盘子 对 我们挑战用牛奶来做一个盘子 我们来试试能不能吃 这是我们咬出来的牛奶 因为它现在还是热的 然后我们现在加一点白醋 就这样放一会儿 它就会变成那种一块一块 就像咱们以前做的那种奶酪 OK 它已经结块了 我们来看一下 酸奶 这固体的应该就像烙蛋白了 那种小颗粒的那种 然后我们拿一个这种过滤的筛网 把烙蛋白过滤出来 过滤一下 你这 这得过滤到啥时候 可以的 里头就是这种白色的固体 怎么有点像奶油了现在 但是这个味道有点太臭了 OK 这就是我过滤出来的烙蛋白 就是这样的 其实有点像奶油 但是这个味道有点太臭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放到烘焙纸上 然后定一下心 来吧 来吧 我只能把它弄成一个这种圆形的 这不是做了个盘的 这是做了个饼 看我裁的可不可以 OK 那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 烘干一定的时间 然后让它变成那种干的硬的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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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把它烤坏了 我们就一点一点烤吧 它以后我都烤黑了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04分了 烙蛋白放到烤箱里头的时候呢 实话实说是下午4点 然后呢我就一直烤啊烤啊烤 烤到了晚上6点钟 拿出来之后它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烤出了一片灵芝 你看看这个纸 你还灵芝 你连收饼都不如 还说 你灵芝 确实挺硬的 我说它这是一个盘子 你信吗 想说我们再做一次试试 我们第二个试验品 现在就在这个炉子里头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要等到少了 天都黑透了 可是它还没烤透 这是个桃酥 这一块呢 我从晚上6点钟 考到现在已经晚上10点了 它是软的 能按得动的 和这个比 你觉得哪个更成功呢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成功 往往第一个做的法是最好的 往往第一次我们觉得说 我怎么失败了再试一次 今天第二次会更加失败 哦 哦 四个小时的成功 我给大家拜拜看吧 你看 嘎布睡 哦 还有馅呢 看到冒烟了吗 哦 凄 这就是我烤了四个小时的烙蛋白 没有什么可说的 就这样 看看咱们今天的成功品吧 还是挺硬的 比那个硬的 跳一跳 你说我准备个锤子干嘛 洗碎 洗碎 就你跟我说这玩意能补盘子 你给我先跟我去吧 你给我先帮我吃吧 你啥也不是 你浪费我时间 我说这玩意能补盘子 我说这玩意能补盘子 你给我先帮我吃吧